阿尔茨罕病 阿尔茨罕病 作为最常见的老年神经系统蜕变性疾病 它的诊断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和提升的过程 最早期就是大家根据它的日常生活能力受损 记忆显著下降 已经生活自理能力出现明显的受损 才能做出来痴呆的判断 同时没有脑根死 没有脑出血 没有脑肿瘤等等等等 把可能的原因都排除掉以后 临床考虑阿尔茨罕病 最后要做大脑的病理解剖 找到贝塔电脑蛋白和套 临床化的套 神经系统纤维残阶才能确诊 那么到了1980年以后 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认知心理量表以后 可以早期的识别这些人群 但是还是不能脱离病理学确诊的范畴 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 相关的致病基因发现以后 还有最先进的Aβ电脑蛋白的PET成像技术 和现在正在研发和验证的TAUD PET技术 能够让我们实现更早期的申请诊断 基因突变 个体在30岁左右 在国外已经开始了诊断和管理的长期过程 而在散发性个体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症状的评估 量表的测评 影像学 脑脊液等等组合实现R采摩病的准确诊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